今天你要嫁给我 皇上 你看这花瓶中 哪一朵花最漂亮 这朵 你这是干什么 花术讲究的是整体 一枝独秀的花 太强烟 反而就不好看了 你小子是在嫌我强出头啊 还好啊我是做足了功课 怎么 找朕有事 的确有事想求皇上成全 说吧 我家堂妹啊 与杨将军的小儿子杨炎 两情相悦难舍难分 你说这百年难遇的纯真感情 实在是难得 所以还请皇上赐婚 成全了他们 相信皇上最明白 爱一个人的滋味吧 朕懂 不好受吧 这个 不许你操心 真是不好受啊 如今这两个小朋友 算是坠入了爱河 正所谓 落花有琴 流水有意 千万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一江春水向东流啊 朕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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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一早 朕就宣旨 君无戏言 那我先替杨炎那小子 跟张玲玲谢皇上了 朕只是希望 你临产前的日子 不要再东跑西跑的 待在兴盛宫 好好养胎 你这是禁足的节奏啊 好 北方那个锤 人的生命 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选择 要么忙一生 要么赶着去死 出门去堕掌 争起那个天 三十那个晚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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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 你 母 张庞庞 你干什么 皇上没什么 你不是要把我禁足吗 我再也不改了 我哪儿也不想去了 谁要把我放出去 我就跟谁急 皇上 我怎么在这儿 我刚刚干什么了 不会是抽风了吧 我怎么在这儿 我怎么在这儿